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青毛作为狗狗界的大暖男 对人类更加友好 但这一天 这只大金毛却伤害了自己的小主人 这条金毛叫多多 是主人二十岁生日时 买给自己的礼物 到现在已经十岁了 多多非常聪明 主人四年前有了宝宝 自从宝宝出生后 多多对宝宝非常好 整天守在宝宝旁边 宝宝哭的时候 多多还会用舌头舔宝宝的脸 宝宝在地上玩的时候 多多就跟在后面寸步步离 喉咙里还发出很温柔的嘀吼声 偶尔还做出各种动作去逗宝宝开心 宝宝也很乐意跟多多玩 有时候主人要上厕所和去上班时 就对多多说 要照顾好宝宝哟 多多每次都好像听懂人话一样 点点头 汪汪两声 宝宝在床上调皮 从床上滚了下来 在快要落地的时候 被多多用两只前爪抓住了 虽然宝宝还是落到了地上 但是基本没有受什么伤害 主人把宝宝抱起来后 发现多多两只前爪都骨折了 多多走路都很困难了 但是整个过程 多多就发出了几声低鸣声 自从那以后 主人就对金毛格外的好 金毛也一如既往的对宝宝好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多多的胃口开始变得很差 也开始掉毛 主人知道 可能是多多年纪大了 都有十一岁了 可能时间不多了 在这之后 主人每次给多多准备食物的时候 都特意煮得很烂 对多多的照顾也多了几分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 主人正在公司上班 主人的妈妈打电话告诉主人说 多多不知道发什么疯 咬了宝宝一口 因为孩子现在才四岁 还很小 主人很担心 就立刻请假回家了 回家后真的发现 孩子腿上被咬了一小口 主人感觉到很奇怪 多多那么喜欢宝宝 怎么会咬宝宝 难道是多多年纪大了 老年痴呆忘记了宝宝 他在阳台找到多多的时候 多多一脸惭愧地望着他 主人给了多多一个严厉的眼神后 就进屋抱宝宝去医院打疫苗 抱去打完疫苗后 想起宝宝最近晚上都睡不好 总是闹床 想着既然来了医院 就干脆再去检查一下 检查完后就回了家 多多满脸歉意地一直待在阳台上 三天后 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 结果吓一跳 发现宝宝得了一种血液病 医生说 幸好发现得及时 不然等孩子慢慢长大就麻烦了 听完医生的话 主人突然想起了多多 多多咬了宝宝一口 会不会是发现了宝宝得了病 以这种方式来让主人带宝宝去检查 随后主人带着宝宝飞快地回了家 还买了多多最喜欢吃的零食 可是当主人回到家后 却发现多多安详地躺在阳台上 在他的怀里还抱着宝宝的一件衣服 阳光洒在多多的背上 一动不动 多多在离世之前 用自己的方式又救了宝宝一次 他一定是上天派来给宝宝的守护天使 我仿佛听到了多多在说 小宝贝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我在生命的最后还是伤害了你们 我当时犹豫了好久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还是决定 用这种方式来告诉爸爸妈妈 小宝贝的身体有异常 我知道我老了 没能熬到看你康复 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先走了 小宝贝 来世我还来咱们家 当你最好的小伙伴 陪伴你一起成长 愿多多在天堂 幸福快乐 他依旧是一家人 最忠诚的伙伴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动物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它们拥有最纯洁的心灵 这也在感染着我们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啦